歡迎收看 完全娛樂 我是Peddy 我是宇宙 一樣的場景 大家一定覺得為什麼又在這裡 為什麼要折磨我 沒關係 我今天是來 這種不是折磨 對 這是一個儀式 我今天中暑 我剛剛已經快步了 你每次都有磨杯 你哪一次沒事 我今天外景很累 真的 曬了一天太陽 但是你知道他們有沒有要理你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對 我的錯 我的錯 我身體在虛 是完全娛樂要拿出你的這個 沒錯 好好好 你那個我們等一下再讓你好好的 我拿出百分之兩百成億 我等一下穿著鞋子走 OK 謝謝謝謝Teddy Teddy我們開場先不要這麼的解 好不好 我們在交接 大家都知道 那不然我們離開 你自己走 沒有 真是 我們最後一次洪框 可能會是 好不好 不一定是最後一次 大家要把握我們洪框的機會 好 沒關係 我們再等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做一個交接的儀式 在做交接的儀式之前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送 完全的粉絲東西 送什麼呢 送這個 喂 這是我的啦 這是你的 你拿這個幹嘛 你又不會唱 我怎樣會是這樣子錄嗎 我錄歌 OK 好好好 好啦 那就是我們要送出的是 朴信惠的演唱會門票 嗚呼 幾張 幾張 KTeddy 你今天來節目會比較好串嗎 不是啊 沒有 我以為這邊是一千走這個 有四張四張四張 四張 那要怎麼得到呢 一樣呢就是分享我們 完全樂臉書的直播 以及 hashtag什麼 我愛完全樂 對 我們這 哈哈 我們這 太緊張了 我講 對 我愛玩魚 對 hashtag 我愛玩魚 hashtag我愛玩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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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款新的 hashtag我愛玩魚 好不好 一樣就是在直播結束後的 30分鐘之內 然後就是hashtag 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朴信惠的演唱會門票 四張 好啦好啦 好多有 OK OK 可以 好 接下來呢 好不好 交接儀式要開始了 話不多說 OK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大家等一下看就知道啦 這個不需要解釋 OK 可以吧可以吧 好可以 可以吧 感進度的感覺 對 因為就是 因為今天我們節目非常的豐富 所以在一開場 我們就要來做一個 也是很豐富的事情 因為在上一次 你要來交接的時候 就是有做一個 you know 天堂路 難不倒你吧 好不好 可以啦 可以 但是 對啊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我又變胖了 所以 沒問題了 中暑 我至於我又加重了你的攻擊 真的啦 運作 因為我抱歉 我們馬來西亞是吃得有點好 但是 噓 我等一下測測看好不好 我等一下測測看 說不定我變輕對不對 不可能 好 但是 OK 來 就是你要 走 交接儀式 然後 交接儀式 棒棒就是這個本人 棒 對 雙雙我為了這個棒 但是我本身也是一個棒 棒棒 好 OK 他是棒棒 好 我很棒棒 OK 好 好來 那就是 你要走天堂路要抱我 你知道這件事齁 不然我現在脫鞋子幹嘛啦 好啦 要來囉 那我就是跟他分麥 好來 我穿裙子喔 Oh my god 走了啦 Teddy真的沒有穿鞋喔 Oh my god Teddy你很棒 多了五公斤吧 最後 我覺得 Teddy要不行了 Teddy要不行了 Teddy 太痛了啦 Teddy 快結束了 大鞋子 搖壓 五公斤很差 很加油 好了 放我下來 等好久 等好久 好我們現在要這個 我們要交棒儀式 那我要先 我要怎麼接 那你就站在這裡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一個交棒儀式 來來來 而且你踩著我的腳趾頭 對 對不起 OK 當然就是我比較大牌 所以我不需要踩天堂路 我可以穿鞋 就慢慢進棚就好了 你是不是也覺得我變超重 你好像真的有變 對啊 直接進去 OK 不好意思 為什麼他不用走天堂路啊 他太早了 Oh my god 我今天很 欸 穿裙 等一下 為什麼這裡有天堂路 讚 不可以錯過好不好 他可以給我走的嗎 當然啊 不然給我走 不是 Teddy繼續走嗎 沒有 你要走完 我要走完這個 走完不要讓我曝光 拜託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就宇宙的那個 對象 欸 喂 宇宙不是要轉型了嗎 沒有 還沒有 可以嗎 玩魚的天堂路特別特別痛 沒錯 我知道 超沉 對 我要先踩一下地面 還要深蹲嗎 對 你還要深蹲嗎 我還要深蹲啊 對 不可能 真的超痛的 而且我才半隻腳在上面而已 喔喔喔喔喔喔 是不是真的很痛 你要幹嘛 我主持這麼久 幹嘛做這件事情啊 喔喔喔 這是一個儀式啊 Oh shit Oh shit 喔喔 深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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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下 幾下 幾下深蹲 幾下深蹲 十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休息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重喔 重新重新 裙子拉起來了 對 OK 欸 還沒深蹲啊 沒關係 大家我有穿安全褲 我在上面根本就深蹲不了 好痛喔 那一下一下 好痛喔 可以啦 我都10下 不然你背Teddy深蹲 我更重欸 是喔 我以為你比我中 我以為你比我輕 怎麼可能啊 保護著一下 好啊 我稍微站側邊 好 喔 喔一吼吼吼 二 三 欸 欸 欸 痛 煩死了 痛 真的痛 對啊 這個真的很誇張 為什麼你們的健康步道 這麼痛啊 你們到底是哪裡訂來的東西啊 沒有 這個完全沒有被磨過 就是很尖欸 是尖人 開玩笑 這個每一顆都很尖耶 這個我知道 他們是從整人玩具店買來的 他們就完全自己也沒試過 就叫我們去猜 好啦 我們先不破壞道具 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顆 這一隻 對 他很愛是 對 因為這是我們的 你身上都是金粉耶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 你是一個仙女 你說什麼 你說她是什麼 仙女沒關係 什麼 不用太care這個字眼 因為 好吧 你先來 你先握著這一根 對 好 OK 因為這是我們的主持棒 我們今天做這個儀式的重點 就是因為Teddy呢 對 我要把棒棒給你 他要把他的棒棒 對 我要把你的棒棒 還給我 還給你 對 其實是還給你 還給我這樣子 然後來就是慶祝一下我回來 所以我們才有這麼長的 天堂路的一個儀式來慶祝一下 沒錯 所以我們要抱 然後抱一下 然後你要把這個交給我 你現在還在喘 你要不要先 好痛喔 這個真的好痛喔 而且我剛剛想說 Teddy好像十下嘛 上次在交接的時候 對 我記得 他真的 我記得也是十下 我就想說 我應該要贏Teddy 就是一下也好 就是多一下也好 可是發現這個真的太痛了 那個真的很痛 對嘛 所以是這個的問題 不是我體重的問題 主要是我 沒有沒有沒有 你也中了 對 你也中了 這是一件事情 而且主要是我明天還有表演 但是 趁機宣傳一下 22號在世貿三館台北韓流商品體 博覽會 明天會有我的表演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來看一下 對 因為你也是很輕的練舞 OK 好不好 支持一下 好 來 棒子 棒子已經踩在這邊了 沒有 交棒的時候 我們要先拍 順便拍個照 OK OK 交棒 交棒 好 喂 那我要怎麼拿 喂 幹什麼東西 好好的交棒 好好的交棒 來 交棒儀式開始 我擋到我的臉 你擋到當江女主席的臉 OK 等一下 今天是你的局嗎 請問 好 認真 認真 先拍一下 然後我要拍一個就是我搶走很不開心的 好 好 好 交棒儀式成功 好 那我大功告成 我先走了 沒有 還是有你的事 還有我的事 對啊 今天主持費也有零 因為今天這麼好賺是不是 對啊 這麼好賺錢是不是 等一下你要站在那個天堂路上面主持 超強的 沒有 一句收好 對 在這裡只是告訴完全誘的朋友們 我回來了 恭喜 嗚嗚嗚嗚嗚 沒有 他就幫我們 好 還是今天就是主獎也是給你沒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你剛回來當然要給你 我可以休息一下 其實我蠻累的 都回來了 不然Teddy好好也進行一下 我好好休息一下 我以為人家說我好好休息一下 而且我這一次回來 還要看Teddy有沒有就是進步 從我走的時候 有啦 我現在都已經講這麼多話了 都是廢話 喂 喂 你也沒有看Teddy主持KK過對不對 沒有 我倒真的蠻想看的 那好 你講給我好好看一下 會不會尷尬挨就犯了 可是Teddy也可以好好看一下 你怎麼就是 你不知道 爆KKBOX對不對 互相切磋 也OK 因為畢竟在KK我是新手 對 他剛剛一路小緊張 唯一一個輸你的地方就是 KK新手這樣子 但是下禮拜可能就不一樣了 對 搞不好下禮拜就不一樣了 下禮拜就直接奧這樣 我們要一直握著這個棒子 要握著這個棒子是不是 對 因為 他拿一陣集 對 這個還有象徵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也有講 要講到 被Teddy沒講了 要講到金曲講 對 等一下 對 所以才會有這個金色的麥克風 沒錯 不過在那個之前 我們先來爆一下 我們本週的 KKBOX華語新歌周榜 YES 本週的第十名 是陳奕迅的披風 披風 就是國語全新的國語專輯 對 全新的國語專輯 而且披風的MV其實也已經上架了 然後裡面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真實故事改編 沒錯 然後它是由一個 那個故事的一個媽媽來擔任主角 它是走一個親情路線的 對 所以它就是拿它一個親身的故事 然後帶給就是MV前的我們 然後表達出那種親情的感覺的 渴望的一個感動 所以連Eason自己在看完MV也表示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感動 它被自己的MV給感動到了 沒錯 我的天啊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九名 這個詞其實蠻難念的 最初來到世界的模樣是 林心儀的歌 沒錯 林心儀的歌其實我們期待很久了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它的聲音 那它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出這個新作品了 不過呢 這一次它發的單曲是一發行 直接進榜 非常厲害 多厲害 而且這個呢 還是 就是有一個電影叫做 雖然媽媽不希望我叫到日本 對 也已經上映了 它是中文版的主題曲 對 對 所以其實真的非常厲害 心儀喜歡心儀的朋友們 一定要繼續支持它 讓它留在榜內好不好 繼續衝榜 沒錯 再來是第八名的 徐佳瑩的最初的記憶 新歌入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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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其實是大陸電視劇 夏至未至 夏至未至 的一個片尾曲 那其實剛好 現在就是一個畢業季的一個開始 然後這首歌其實就是在講一些 比較青春回憶 初戀啊 單純的戀愛 的那些故事 所以就是又有徐佳瑩的 的一個嗓音 然後把它唱出來 更把我們帶進 就是以前那種青春的歲月 初戀回憶 有沒有 沒錯 所以佳瑩的歌 我們大家也都是期待很久的 每次出歌 我們大家都會 哇 很想馬上第一個聽 對啊 所以新歌馬上入榜 可見多厲害這首歌 來 下一名是 我們《那對夫妻》的 《那對夫妻》 Teddy好像滿喜歡這首歌的 我是滿喜歡他們 就是《那對夫妻》 對 是因為妮妮的關係 還是因為那對夫妻的關係 我覺得他們的互動 讓我很喜歡 互動嗎 因為他們會拍很多的影片 對 然後傳到YouTube上面 然後我都會看 所以 沒錯 從很早之前 我就一直有在Follow他們的影片 沒錯 他們還有新作品 他們最近發了一首新歌 叫《紫薇亞紫薇》 紫薇亞紫薇 這首歌是Kim希望可以把 他們一起共同的回憶 成長的回憶 記錄在這首歌裡面 因為 感動了 妮妮現在越長越大 她就開始越來越少 那種自創的語言 因為小朋友會講那種自創 嘎 嘎 我也語言 你剛剛嚇我一跳 我第一個字有點 但妮妮沒有這樣 妮妮沒有這樣 妮妮沒有這樣 所以只是我小時候這樣 對 妮妮不一樣 你剛剛發什麼音 發音有點怪怪的 對 對 那就是 因為妮妮越來越大 就開始越來越少講這個 那Kim就希望 可以把這些都收錄在 這首歌 當成一個回憶 那妮妮以後長大就可以 就是去回顧這些 喔 她小時候就是會做 就是說一些同言同語的那種 對 你看我小時候我爸媽都放任我 喂 沒有啦 好 來下一名 不是因為粉絲 突然有發現Teddy 她終於發現Teddy 因為Teddy就是剛剛 我們就一直抱我們的榜 然後又忽略Teddy 你說我臉超紅嗎 對 然後Teddy又臉 怎麼了 她看到我害羞可以嗎 她看到我害羞 我突然要講話 她突然講話就會開始緊張吧 有 我剛剛有覺得 妳有點戰紅 你是不是對你 妳有什麼不好的想法 人家才幾歲 還是對Kim 還是對Kim Kim是不是 Kim也不錯 不要突然臉紅 對 來 突然害羞可以告訴我們 OK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 對 你自己不知道 因為我們剛剛看是臉蠻紅的 是紅的 是紅的 好 來 下一名 好 繼續為大家播報 本週的第六名是 吳卓元的 《為你我受冷風吹》 《為你我受冷風吹》 對 那這首就是一樣 是經典特條系列的歌曲 對 那其實吳卓元也不只 只有唱這首歌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上去聽 經典特條裡面也有一首 叫《心動》 它的原唱是林曉培 那一樣吳卓元也唱出 他就是 不同的風格 對 就是一樣有點R&V 那種風調 一個SWAG 對 你懂的 ABC懂的 因為他是從外國回來的 對 澳洲嘛 澳齊華裔 澳齊華裔回來的 所以他翻唱一首中文的歌曲的時候 會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沒錯 對 然後下一首 下一名是第五名 上升了兩名是我們師姐 曾佩慈的《天愛》 恭喜師姐 恭喜師姐 然後還借我們那個金色麥克風 那個其實是佩慈姐的 謝謝佩慈姐 這樣我們有一個道具可以用 對 不然沒有道具 那佩慈的歌聲其實向來都是非常多元化的 對 它可以可愛 譬如說黑框眼鏡就很可愛 它也可以語氣 深情 語氣就很深情 對不對 那這一次給我們帶來的偏愛 我覺得是唱出很多女孩子的心聲 沒錯 又是非常好聽的一首愛情歌曲 所以喜歡佩慈的朋友們 7月2號 我愛你以上是她的新專輯 準備要出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好不好 支持 好 再來是本週的第四名 就是鄧子綺的 好歡喔 OK 鐵粉的接一叫聲 對 鐵粉 還是 你知道 Tenny只有剩下做反應的用處 因為這部分是你們的 好了 沒有 我們幹嘛分你我呢 我們分什麼你我呢 都同一個團體這麼久了 都同一個團體這麼久了 公平一下 你不在我們團體裡 對啊 就男團 把你當男的這樣子 其實我最近發現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是嗎 就是她最近呢 在Facebook上面有PO影片 你說去電台的那個嗎 沒有 還有其他的 她有打給她的粉絲 然後假裝是那個 JAM的粉絲後援會 對啊 就是我在做調查 對 她有兩個版本 不是電台的 是電話的那個 然後她會把自己裝成一個 小熊維也 在說 喂 這是鄧子綺啊 粉絲後援會啊 想做一些調查 會做這個聲音 對 然後有粉絲還真的認出來 就是兩句 第二個 就認出來 她還唱歌給她聽 對 她要揭曉自己的時候 就會直接清唱一段歌 給那個粉絲聽 我覺得好幸運 為什麼不打給我呢 對 可是我就最傲 是粉絲還沒認出來 有些是完全認不出來 對 然後有一位真的馬上認出來 兩句之內就認出來 她直接送她演唱會門票 多棒啊 對啊 那我們要不要好好介紹一下這首歌 沒錯 希望你能給我一些好的福利 好 是是 好 然後為你介紹桃花諾這首歌 這首歌呢 是大陸的古裝電視劇叫做 上古情歌的 對 的片尾曲 那這首其實也是鄧子綺 她第一次首次創 嘗試這種中國的曲風 中國風的這種風風 對 那她其實自己也有 本身也有去看劇喔 所以她在錄製這首歌的時候 她其實是 腦袋閃過的畫面 可能都是劇中的情節 對 所以你就更有那個豐富的情感 去唱這首歌 很符合 對 你在劇裡面這首 一出來的時候 就有那個感覺了 對 尤其又由鄧子綺親自演藝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更不一樣 好不好 沒錯 接下來 有那個VCR要給我們看 對 我以為你要CUE說 鄧子綺也在我們現場 鄧子綺也在我們現場嗎 現場的VCR請看 Oh my god 打給我 打給我好不好 Jen 打給我好不好 Hello I'm waiting Hello 好 她就打給其他粉絲 OK 打給其他粉絲 打給台灣要越洋 要越洋 沒關係 現在什麼微信啊 LINE很方便的嘛 OK 可以 是不是太難了 就是加一下就好啦 對不對 經紀人大大 對啊 幫我聯絡 好啦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第三名是 真的不想醉 是聖傑石跟聖嫂的歌曲 沒錯 那這首歌曲 我覺得最可愛的地方是 它有點像是 他們兩個人相處的一個方式 很私底下的一個小鬥嘴的東西 用一個很可愛的方式 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可能我們正常看到 聖傑石跟聖嫂 我們都覺得 他們就是很幸福的一對情侶 沒有 其實他們影片都很愛鬧對方 對 就是愛鬧對方 可是我覺得 再幸福的一對情侶 都有私底下那種吵吵鬧鬧的一面 那他們是選擇 用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方式 去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就是很值得一聽 那現在的YouTuber 其實基本上是當頭了 哇 他們什麼事情都會做 而且我覺得現在很流行 就是夫妻這個 夫妻 夫妻的甜蜜的事情 然後寫成一首歌 所以Teddy我們都要等你了 你也要奔三了嘛 對不對 沒有那麼快 太快了吧 不好意思 奔三是我 奔三是你 對 好 沒關係 那搞不好以後 就是變成你跟老公主持 怎麼辦 Oh my God 然後在完全娛樂 對 在完全娛樂 可以看嗎 在那邊 那記得他來的時候 也要抱你深蹲 我覺得有點難 也要走天堂路 要交接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可能會跟肥這樣子 Oh my God 太棒了 大家不要討論我的體重 會不會很重要好不好 好啦 好啦 再來是 哇 我要揭曉第二名了好不好 第二名 第二名呢就是 周星哲 永不失戀的愛 Eric Cho 嗚呼 這首歌呢好不好 一樣在 是在我們的第二名 但是呢 他的MV一推出之後 也在YouTube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對 那相信就是Eric在那個 度假之語好不好 哈囉 他可以 你的歌很棒棒啊 很棒棒喔 我們幫你整個衝榜好不好 非常好聽的歌曲 好好的度假喔 我就是怕他太開心了 然後度假就不回來了 就是一直度就覺得 哇 我的歌好棒喔 就度假之語 OK 就越來越開心 然後就不回來給我們表演 不會啦 不會啦 而且他在準備演唱會 唉唷 準備演唱會了 沒錯 所以大家一定好好期待一下 那最後 等一下 我還要補充 好 請補充 請補充 你聽你一點空氣 好 對不起 給我一點話 我們習慣了我們的TEMPO 因為就是張信哲在暑假 要發新專輯 那他的首播主打歌 就是由周星哲 作曲 對 那這首歌 他一開始做的時候是 英文版的DEMO 然後張信哲聽完之後就非常喜歡 那他又表示說希望之後 周星哲可以出英文版的時候 哇 也許有可能 我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不好 沒錯 沒錯 第一名我們就交給Teddy 我就是在等你 蛤 對 第一名就是 是這樣子嗎 對對對 完全就是你的 蛤 第一名是交給我 對 就是交給你的 你剛才得失這個訊息 還是你在演 你在演 Ryno 你是不是在演 你在標戲對不對 你以為你是有補充是不是 對 我以為我只有補充 沒有 我就由你講 反正你也講過 你現在 沒有 現在你就要表演 你是KK師哥的感覺 好 對 給我看一下 KK師哥 是甚麼 師兄啦 前輩是KK前輩 我是滿師的現在 師哥的 滿身海的 不要緊張 這外套真的有點熱 真的假的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 而且你們兩個是一個sade 你們有發現嗎 我們是一個sade 好 沒關係 對 你這個村姑不要講話 沒有沒有 我有準備 拜託Teddy不用搞啦 不用搞 又有甚麼搞啦 不要玩笑 不用搞 寫搞Ted 第一名 馬上接下來第一名 就是 盧廣仲的 Hia Hia 我恭喜 Hia這首歌 他的MV 在YouTube上面 已經 快要兩百萬點 點閱率 非常強 因為這 他這 這首是單曲 然後第一次就是 單曲台語歌 然後 沒錯 他覺得 因為銷量滿好的 對 所以之後他有可能 就會發一整張的 全台語專輯 真的假的 有可能是不是 他有在考慮 那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讓他確認 我們就今天報的好一點 讓銷量更好 可以 我覺得是滿有機會的 對 我是還滿希望 可以聽到他整張 台語的專輯 真的嗎 而且 而且因為這首歌 其實 韋晉是真的還滿愛的 對 對 不是 因為是真的 他昨天還前天才發了 他cover 這首歌 對 小小的cover版本 是用那種很爛的那種 唱歌燃機 對 所以音質 音質超破的 喂 因為我有看過他錄歌 他就是拿那個 iPhone原廠的那個 小麥克風 在裡面唱歌 對 所以就是他也很愛這首歌 對 真的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歡 所以我覺得就是第一名是非常應該的 對 沒錯 來 再來也有VCR好不好 盧廣仲來跟我們說一個話 恭喜 恭喜盧廣仲也恭喜以上十名歌手 又獲獎的歌手 對 那下禮拜到底會是誰呢 又是一個新州的競爭 是的 好嗎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有一些預測 好不好 那大家還是要繼續支持我們 收看我們的KKBOX 華語心哥走榜 沒錯 你這次報完了 你感覺怎麼樣 還蠻要請我們的師兄來 檢點一下好了 不要 對 還是你喜歡被叫師哥 師哥 師哥感覺蠻唯性的 我們都那麼熟了 叫這個感覺很怪 真的非常的怪 對 我記得 我剛入團的時候 Teddy哥好 韋晉哥好 我最覺得 超級不習慣 就被加哥這個字 對 好的 先倒就 陳夏希過來 超兇的 陳夏希 好啦 講一下 我覺得其實是蠻新鮮的一個東西 因為蜜鏡我們也剛開始 就是爆榜沒幾週而已 對 然後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錯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音樂 所以就是完全娛樂 跟音樂上面的一個 另外一個方式的結合 沒錯 對 所以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新鮮的東西 希望下個禮拜會更好 可以 一定會更好 那希望下禮拜TeddyOK嗎 也還在 嘿嘿嘿 那今天交接 沒有啦 可是今天是不是講比較少話 有比較開心嗎 我其實真的還蠻不舒服的 我真的有點想吐 我是說真的 我以為你說 我以為你覺得 講很少話 很想吐這樣子 我是真的 因為剛剛就是外景完 然後我現在有點重數 我們來轉過身一下 哇 Teddy剛刮沙完 刮到有金粉 有沒有 對啊 身體就是 剛剛的金米的啦 金米的啦 刮到有金粉 也蠻奇怪的 好啦 OK 但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Teddy也會一起 我們今天三個就會一起主持到最後 沒錯 好不好 Teddy沒關係 我們hold 然後你也hold好不好 hold住 對我們hold住 hold住歌 好 那再來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對我們普新會的門票 四張要怎麼得到 一樣就是 分享我們完全的臉書直播 然後用公開的方式 沒錯 然後在直播結束後的30分鐘之內 hashtag 我愛玩魚 是的 news一下 金曲獎就要來了 緊張緊張刺激 好緊張喔 剛剛那一part我沒有follow到 對我們故意沒告訴你 我們就是要排擠你 好啊我走 你這樣可以到嗎 好不然我們試一下三人默契 對對對 我們跟你講就是 金曲獎就要來了 好不好 來 1 2 2.5 金曲獎就要來了 就要來了 欸你沒接到 你看 哈哈哈哈 好啦 你讓Teddy講 對啊 好啦那講一下 沒關係啦已經講兩遍了 可以開始 可以開始了 金曲獎嘛對不對 都很緊張 我們也很亢奮 其實 對我們也很亢奮 到底是會 是不是誰呢 對因為其實這次金曲獎就是 很 金曲獎很多入圍的人 而且都來自各個好手 各方好手 沒錯 而且獎項又這麼多 對啊 對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爭一下 然後 大家一定會緊張嘛 對 所以這次又到了金曲獎的時間 我們大家也是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而且就一定也會希望 就是自己喜歡的歌手啊 或者是喜歡聽的歌能夠 就是得獎 所以我們這種粉 也是有一種主持人心態 然後也有點粉絲心態 大家偷偷一定心裡 一定會有一個 就是 就是特別想要他得什麼獎的一個人嘛 沒錯 所以今天呢 完全娛樂也帶了一些入圍者來到現場 沒錯 給我們滿滿耳服 可以說是金曲之夜啊 金曲之夜 好不好很棒 完全完全就是金曲之夜 好 同時呢 好不好 此時生我們要走到後面 就是要來歡迎一位天啊 金曲新人要來了 哎呦 要來 我們這一次聽到這句 這個金曲新人非常的厲害 非常厲害 可以說是EDM的一個新人 新人 沒錯 沒錯 那我們歡迎一下 龔格演唱的 懂我說的吧 龔格 歡迎龔格 歡迎來到完全一哥好 你們好 好厲害哦 最佳新人獎 對 而且我們就第一次聽到他的現場 我好喜歡他的風格 有風格的 有態度 就是好帥 好帥 我一直很想要做這樣的作品 其實 我覺得你可以好好的請教 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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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各位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啊 我變成哥哥了 好開心哦 對 我們知道你入圍了最佳新人 沒錯 要不要好好來說一下 你現在此時時刻的心情 對 此時時刻的心情就是等結果了 基本上經過這段時間 現在平靜很多了 會很緊張嗎 所以你最開始知道你入圍的時候 最開始知道 就知道入圍之前蠻緊張的 就是會有點像等場景 但是 因為我沒有自己看直播 我讓我朋友去看完告訴我 所以他告訴我的時候 我就 好 知道了 所以是不太敢自己 就是親自的去面對這件事嗎 自己看很難受 但是別人給我打電話就舒服很多 哇 那你之後還要自己在場內面對這件事情 會不會 這已經躲不掉了吧 沒有得獎 然後就開始哭 這樣 因為我應該會 那可能你會吧 對 我會 不會啊 平常 對啊 現在的心情應該是 平常的心面對就對了 其實也是蠻希望自己真的可以中獎 入圍就蠻高興的啦 因為同時入圍的人 我覺得也都是實力很強 有我非常喜歡的組 所以 誰得獎我都不驚訝 哪一位是你比較喜歡的組 比如 比如 公格啊 什麼的 喔 就是你 你本人 對不對 那這次也出了一個專輯嘛 這個算是出道的同名專輯 對對對 對 很精緻 而且裡面的歌 其實是比較主要以EDM為主嗎 呃 主要為主的是EDM的製作手法 但其實裡面什麼風格都會有一些 喔 所以就是 演唱起來是比較喜歡的那種style 還是其實你也比較喜歡抒情之類的 抒情我喜歡 但是我覺得做到好的人非常多 我不用跟他們講 就是要給自己不一樣的一條路就對了 沒錯 因為剛剛其實有一段他開始唱歌 我也嚇到 我也嚇到 這話好好聽喔 對 跟剛剛的style差好多 而且在K-pop 我那時候就有聽了一系列的歌 我就很喜歡 然後今天就非常期待聽到你的現場 沒錯 那公格我們今天有個任務給你 嗯 就是假設 假如現在評審就在你的面前的話 嗯 你有30秒的時間可以自我推薦一下 對 讓他們就是把那個票更偏向你一點的話 好好推薦一下自己 沒錯 你會如何的去推薦自己呢 想一下 嗯 來 我們30秒 現在開始計時 其實入行也有一段時間了 一開始從編曲開始到現在居然能有一個新人講入圍的名額 我其實已經非常謝謝各位評委 那相信你們一定是感受到我想做什麼事情才給我這個入圍的名額 所以謝謝你們 就這樣 唉唷 帥氣 假如我是評委的話我會有點偏向他 因為他真的很謙虛 而且很誠懇的在表達出自己音樂的那種 就是希望可以自己支持自己的音樂那種感覺 我覺得好像本人跟剛剛唱歌的態度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 本人好勉腆 對啊 就 我覺得人能量有限 等一下 剛剛已經全部爆發這樣子 我可能就電池比較多一點 你電池是三節 對 像你演唱完就直接還是 欸 耶 Bishan Bishan之類的 神經病 他有點吵沒有那個體擋他一點 對 對 他有點吵 對 好啦 那當然呢 除了自見30秒 也有一個 我們有情境劇 想說來讓你好好的演繹一下 因為這些事情 可能都是在金曲獎會發生的事情 對 沒錯 所以我們想要讓你選一個 我們有一個二選一 情況劇二選一 第一是在星光紅毯上 如何要搶擺面 讓更多的媒體想要去照你啊 看到你 那第二題呢 是獎項揭曉的那一刻 表情怎麼辦 沒錯 這些鏡頭啊 全部會甩到你身上 對 你會有什麼樣的表情呢 所以你想要演哪一個 我可能 有沒有自己怕哪一個 比較怕哪一個 我覺得我不太會是那種 喜歡搶鏡頭的那種性格 好 那我們就讓你搶鏡頭 對 沒問題 第二個好了 通常都是選怕的 我們都是選怕的 完全熱Style 就是你越怕那個 我們越要讓你選 你知道是叫你選 你選哪一個 我們就選相反的 我特別 我兩個都很怕 都很怕 那就選第一個 來 好 我們給你一條路好了 這個是星光的 那個紅毯的那個版面 對對對 然後 此時此刻很多 就是媒體記者在給大家拍照 我們是媒體大哥大姐們 好 好 來 來 來 我們接下來歡迎 宮格 嗚呼 欸 宮格 可是好像沒有很想拍他欸 好像拍別人好了 宮格此時刻 要怎麼搶擺面 不拍就算了 喂 沒有 你要搏擺面 搏擺面 我照一下這位宇宙好了 誒誒 誒誒 來看一下 好了嗎 好啦 算過關啦 OK 因為就是 他就是比較腼腆嘛 對 其實真的有點難就是 如果別人照別人就照別人就好了 我給你示範一個 Teddy 來 你走 沒有 是你示範 你比較 我覺得你比較可以 沒有 他本身就在補擺面了 Teddy 來 這不是我的路 來 我們歡迎Teddy 好 我們下一題 我們下一題 對啊 你才要示範啦 叫我示範是錯誤的好不好 好 要是我得 要是我得這個獎的話 沒有 你是紅毯不是嗎 對啊 要是我入圍的話 我一定會 來 好 來 那你們要歡迎我啊 來 歡迎Special乙倫 獲得了 飛舞蹈擔當的獎 我現在還OK啦 不好意思 來 入圍Special乙倫出場 好 謝謝宜倫 嘿 龔哥 你應該不會是想要走這個風格吧 這是不是有點浮誇 Hello 沒有 他們偶像團裡都這樣子啊 我們 拍我 只有這位啦 拍我 你已經獲得大家的版面了 真的很棒 你已經獲得版面了 那這樣就夠啦 哈哈 有沒有得獎就不重要啦 已經博取到版面這樣子嗎 已經博取到版面了 對 可見公哥還是以那種實力派為主 不會像我們講的博取版面 不會像我們講的博取版面 我們就是以博取版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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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剛剛表演完有點喘氣嗎 對啊 對 我一整天都好累 沒有 單挺 廢物浪可能要練一下 可能要再練一下 對 今天謝謝公哥到我們現場啦 謝謝你們 對 很謝謝他 然後希望一切順順利利 其實萬一有準備一個小禮物給你 沒錯 我們要送上這個小禮物 它是一個紅內褲 對 祝你金曲中獎 這個服是要穿的時候還在上面嗎 對對對 就是你不能拿下來的 對 一定要穿著 還是你覺得那個服太小了 對你來說 還是太大了 喂 喂 喂 對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小禮物送給你 然後希望你在金曲獎的當天可以穿著 對 就是在那個現場的當下可以穿著它 對 紅內褲是一個極力極響的那種 對對對 就像打麻將嘛 對不對 穿紅內褲嘛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禮物送給你 如果你要外穿薄板面也是可以啦 我有外穿過 就穿在褲子外面 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 被他們拱啊 紅內褲穿在褲子外面 天啊 公哥不會做這種事 幸福娘 不是不是 這是薄板面 可以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公哥 謝謝公哥 助理金曲的中獎 順順利利 謝謝 好明天 真的好明天 對 好像顯得我們有一點吵 還是怎樣 對啊 我們感覺 還是我們今天要進入一個音樂人狀態 我們不要再中意了好了 所以我們講話都要這樣 所以有一點R&B的感覺 是還好 還好 對 OK吧 對啊 可以啊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好不好 其實要進入到的是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聊一下上次那個 最佳國語 還有最佳年度 沒錯 Teddy剛剛一直跟我吵說 他有一個遺珠 沒有講 對於金曲講這一部分 對 其實我一直很希望一個人 這次可以入圍 但很可惜 是一個大遺珠 大遺珠 大遺珠 天夫珍 哦 你是鐵粉來著啦 算是啦 那你會為他做什麼事情 什麼瘋狂的事情 你會不會去他家樓下等他 我不會啦 太可怕了吧 沒有這麼誇張 那你就是會默默的支持那種 就是聽他的歌啊 然後follow他的新聞 那萬一他賣一個 就是他用過的麥克風 可是要價七萬八這樣子 七萬八可以啦 你會買嗎 天啊 你都賺不到七萬八 你都賺不到七萬八 我貸款都買 一百萬 貸款買 哇塞 你真的很愛他欸 表示每一首歌你都有聽 好 那我們現在隨便Cue一首就唱 不要Cue我唱 歡迎來到Teddy KTV NO 對啊 你們都有follow一下金曲這樣 對啊 除了我們自己希望誰得獎以外 我們還很期待現場的表演 哦 對 比如說五月天 對 他們要去表演 對 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在金曲獎內是可以期待的 對 而且就是我也期待就是那種紅毯每個男星女星的那種 就是要登場的那種 對 就是男生一到時候就會吵出來 然後女生就是會那種 因為打扮 美 真的 我覺得 也保眼服嘛 對不對 對 可以期待一下 服裝是一定要比一下的 對啊 就是男生也會比一下吧 何況 一定會吧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男生其實大多都看 穿西裝都差不多 對 西裝其實看起來也差不多 看不太出什麼品牌 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邀請到誰呢 好 接下來要邀請到的是 許君先歡迎一下 歡迎 歡迎許君 你要去哪 沒有 我剛以為我們要移到那個旁邊去這樣 歡迎歡迎 許君哥你好 許君哥你好 非常厲害的音樂製作人 沒有沒有沒有 對 那這一次也不要好好來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你有入圍 然後要不要好好講一下現在的心情 嗯 我挺開心的 我是來這邊 我覺得是來玩的 玩的 很輕鬆的一個心情 對 對 對 得不得獎對我來說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這個就是一個就是大家對你的肯定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真的得不得到這個東西 其實對你來講沒有什麼差別 對 而且音樂 它其實沒有一個肯定標準的 對 我覺得音樂這東西本來就很主觀 對 所以你也不會很care就是得失心這個問題 不會覺得得不到很傷心這樣子 當然不會 但那時候知道自己入圍的時候 應該還是就是有沒有什麼慶祝啊 或者是請大家吃個飯啊 然後或者是慶祝 小小慶祝一下 對 對 當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 我們去吃了一頓東北菜 哦 算是這個 也跟女朋友小小慶祝一下 對 因為平常 因為我有在健身 所以天天只能吃雞胸肉啊 哦 天啊 就很無聊 那不是就是沒有剩計大魚大肉一下這樣子嗎 昨天有 昨天 昨天有 昨天有來吃了什麼 吃了夜市的 我忘記 反正 喜歡台灣的食物嗎 夜市的食物 非常好吃 最喜歡你的料理有到嗎 我現在吃的還很少 今天待會結束了 我可能會去吃胡椒餅 胡椒餅 胡椒餅 豬血糕 豬血糕 都是肥的啊 對啊 好肥啊 真是的 我們都不太敢吃啊 我不知道 我以為還很清淡 OK 那聊吃劇 有沒有想說 最佳專輯那一類 有沒有想要比較看好誰 有誰啊 有誰是不是 來 我們來請 那個來 我來幫你看一下有誰 很多人 其實 這一次我們金曲獎入圍的 不管是什麼獎項 都覺得大家是你真我多 對 因為年度專輯有24件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方大同 比較看好方大同 你喜歡他的音樂風格 對 我覺得他有很多實驗的東西在裏面 對 我覺得這個對一個做音樂的人很重要 所以覺得他應該是個可敬的對手之類的 對 我沒覺得是對手 可敬的一個 前輩 我覺得前輩 前輩 也是謙虛 那我們問一下 許君 假如現在也有30秒給你 是評審就坐在你的面前的話 想要推薦自己 讓你自己得獎的話 你會跟他們講什麼呢 我們30秒計時開始 謝謝你們能喜歡我的音樂 然後我覺得都很幸運 感謝音樂 謝謝 剪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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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就是對自己音樂的肯定 跟自己完成的心血 我覺得他很相信他自己做的東西 對 才會這麼剪接有力 像我就是講一大堆疲惑 在宣傳的時候 我們這樣專輯啊 花了好多個心血 你知道我們藏流歌差多久嗎 這就是音樂人跟偶像過的不一樣 對 音樂人跟偶像之間的距離 好 但等一下也不一定要剪接有力 因為等一下 感覺對徐均老師會不會是一個難題 難題 那在難題之前呢 我們想要來先聽一下好聽的歌聲 喔 OK 對 徐均老師有給我們帶來歌曲表演 對 沒錯 先看一下 歡迎徐均老師 哇 現場好棒喔 天啊 完全跟那時候在KK聽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更有那個讓 就一直吸引你的那個魔力 對 我覺得尤其是徐均老師在高音的時候 對 就有那種渾厚的那種 沒錯 讓我想要被包在那個音樂裡面 對 徐均老師要不要講一下這首歌 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歌我覺得我在寫我 我對待一種事物的態度 就像最後一句 就是請扎扎實實照在我身上 如果是有光的話 我不希望是一點光 或者一瞬間的光 如果有光你就照在我身上 很結實 如果沒有就沒有 對 如果有就一定要很多 好深奧 對 因為就是想說暖光這種感覺 應該就是要 可能有點抒情 或是就是像我們可能字面上看 但其他裡面的意境感覺又 就像徐均老師講 這麼的扎實 就是你要就 不是要暖暖的光 要就來吧 不要就不要 要就這個SPA-LINE 要就來吧 對 好醜 而且這首歌很有power 對 對 尤其是現場版加上那個吉他 哇 真的是 我剛剛完全是一個音樂小 迷妹是不是 迷妹 沒有 我是覺得我享受在 今天金曲之夜的感覺 就是很滿足 很棒欸 對 對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要考驗一下徐均老師的演技 沒錯 現在呢 我們先假設一下 剛剛我們第一個選過了嘛 那我們做第二個好不好 假如假設現在鏡頭就take down你 然後我們公佈獎的時候 得獎 得獎的那一瞬間 是怎麼樣的一個表情呢 對 我們要來模擬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鏡頭好了 好 好 緊張時刻 緊張時刻 現在我們要公佈 國語最佳專輯獎了 Yep 入圍的是 得獎 沒有 我要先講一下入圍的啊 我我我我我我 對 入圍的是 我可以站在這裡還滿榮幸的 宇宙 許君 還有 Teddy 哇哇哇哇 得獎的是 是 Teddy 有沒有很錯的這樣 因為我們不認識啊 對 就覺得 隨便對不對 隨便就覺得 是Teddy的 所以我剛剛沒看到許君老師的 許君老師那臉怎麼 他剛剛就這樣 哦 然後 欸 對不起 對不起大會 講錯啦 Teddy是另外一個搞笑講啦 或者講的是 欸 許君 Woo 好可愛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得獎 可能會這樣子 因為有肯定的感覺 比較輕鬆的一種態度是不是 對 我沒想得獎 其實 所以就是現在我們就是在模擬 那個當下這樣子 對 所以就得獎了 你也會滿輕鬆的吧 對 但是我覺得我得獎了 公司應該會特別高興 哦 那你會哭嗎 當然 我跟媽哭了好事 他們可能會再給我更多的錢做唱片 哦 那太棒了 很實際 很實際 對 很棒 很實際 對 哇 所以得獎感言也是沒有先Rae一下 就是上台就是 感謝誰就是感謝誰這樣子 不會 我如果真 就是要上台說話 我應該會說特別 一些很奇怪的話 因為我覺得這樣機會比較少 就說 要照就照我吧 像暖光一樣這樣子 還是你會開始講別國的語言 意大利文 講一些比較奇怪的東西 然後還要趕快拍一張 Nobrasse 開始講一些奇怪的東西 對 OK啦 但是還是要有就是 中獎的禮物要來就是 沒錯 我們今天為了祝福許君老師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小禮物給你 就是一個紅內褲 金曲祝您金曲中獎 我現在換上是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就是要外穿 就是要現在 喂喂喂 許正老師也是 滿開放的 滿可以Cue的 我知道他那時候心裡在想什麼 要就來吧 不要就不要 我就穿 要就來吧 許正老師有穿過紅內褲嗎 穿過穿過 本命年的時候 哦 是為什麼 因為我老家的風俗就是 在本命年 在我 我是鼠龍 我的本命年 我的姐姐 或者我的姑姑 就家裡的女性要送我 紅內褲 紅襪子 可是本命年是一整年 是一整年都穿了一件是不是 真的假的啦 喂喂 有 一件穿一年也太誇張了吧 就都不洗它 但是就是會比較Lucky之類的 對對幸運 對 哇好酷 可是一個男生這樣穿 就是紅色的襪子 紅衣服 還有秋褲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啊 還有紅秋褲 就是穿在褲子裡面的那種綿褲 對 紅秋褲啊 那剛好 其實許正老師應該也是 可以換一件新的紅內褲了 可以 這是真的可以穿的對不對 真的可以啦 你以為這道具是不是 沒有想說尺寸OK啦 可以啦 尺寸就不知道了 看鰻魚 怎麼想你 嘿嘿 看鰻魚怎麼想你 嘿嘿 對啦 好的那我們要謝謝 那老師看 不會老師剛跟我們玩很開心 對啊 對啊 老師可以接受這樣子的玩意 你們都很年輕是吧 沒有 他上了一點年紀啦 喂 他年紀比較大 我們都很年輕啦 他上了一點年紀 我裝萌 對 二十幾歲 哦二十 老師目測我們要不要三十幾 沒有二十幾 就奔三了 奔三了 你有沒有覺得像二十幾的小伙子 差不多 我覺得我們年紀差不多 對啊 我們這邊年紀差不多 對 我們這邊年紀差不多 可能是這樣子差不多是不是 對 我們這邊是差不多年紀 I'm fine 我覺得許晶老師真的蠻好玩的啦 對啊 對 就是也是蠻 其實他蠻open的 對 對啊 那就現在幫我們換吧 喂 喂 喂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段VCR是問了一下 現在的民眾跟粉絲們 希望或是覺得到底是誰會入圍 算是一個預測 對 預測 男女 男女歌手 對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我跟你講啊 除了國語專輯 或是年度專輯 新人獎 大家最期待的還有什麼 當然就是男女演唱 沒錯 男女歌手獎 我覺得這次的競爭真的非常激勵 真的很激勵 而且就是Style都不一樣 對 像我就是男歌手 就是會有大隻撈奢派 可是男歌手我 林佑嘉 OK 現在是有 現在是要打架就對了是不是 我非常愛他的歌 對 我只覺得就是金曲的評審們 也開始開放更多 就是不同的路線 喔 對 進這個 就是得獎的入圍的名單 對 因為像饒舌的部分 女歌手的部分 就是葛仲山也有入圍 對啊 所以女歌手其實我也覺得算是很競爭 很競爭 很多實力派的女歌手都在裡面 對 而且就是 再來就是 音樂就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怎麼從這麼多風格裡面 選出誰是最好的歌手 那也其實 作為一個評審也很困難 真的很難 對不對 很頭痛啊 就是到底說 那人家會覺得 例如說嘻哈贏了好了 嘻哈是比情歌好嗎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嘛 就是很主觀的一個東西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邀請到兩位入圍者 來到我們的現場 就是盧凱彤還有愛怡良 歡迎他們 歡迎 嗚呼 嗚呼 哈囉 好可愛的出場 好可愛喔 哈囉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阿怡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盧凱彤 嗚呼 歡迎 此刻的心情怎麼樣啊 都講一下 對啊 所以你現在準備好要講一下心情 尤其在後台看到他更緊張 為什麼 為什麼 剛剛你們不是還勾手出來嗎 那個緊張是 我見到了一個我真的很想認識的人 喔 那LINE有加一下嗎 等一下要加 等一下加一下 那很逼人 超逼人的 就是要嗡了 然後跟許君老師也說 來個微信吧 然後說真的沒時間 老師我們進去講聊 就不想加他嗎 喂喂喂 對啦 你可以再進去講當時聊一下 真的很開心 對啊 那現在心情呢 我很輕鬆啊 我剛剛在後面才跟阿姨倆講說 他第一張跟第二張專輯 我都有買實體 然後第三張我是買網上的 對 數位版的 對啊 我們剛剛在交流 就是在聊天啊 他有買你的嗎 他還說在金曲獎當天要送我 好棒 就是簽名版的 對啊 謝謝 所以之前完全沒有遇過嗎 在各個場合 沒有 從來沒有 對 沒有 但是是都知道彼此 也都聽過彼此的歌這樣子 哇塞 那今天完全樂也真的是 也是蠻不錯 在給你們相見歡一下 聯誼有沒有 我還聯誼 對啊 哇 那有沒有比較看好誰呢 開頭 這樣說好嗎 開頭 這樣說好嗎 對也可以說自己啊 對也可以說自己啊 真的嗎 女歌手 還是聊男歌手 還是聊男歌 女歌手啦好不好 我這可以說 可以說齁 可以啊 我自己看好的是威如萱啦 威如萱 姐妹的部分嗎 是啦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他這張專輯 他專輯入圍有很多項 然後非常喜歡他的曲風啦 然後他的歌聲也是非常棒 真的 對 所以你們那時候一起入圍 有想說就是有互相恭喜 或是小小的 欸慶祝一下子 有啦 然後有一起在討論要穿什麼 哇 你們兩個穿什麼 我們等一下跟你講 你們兩個穿什麼 對我們等一下再 你們現在要講好三個 到時候一起 就是不同的Style 同款 同款 然後不同顏色 我們不要比較我們一樣的Style 我們就是要見面要不要搭到同款 喔 對 也是 如果搭同款就很尷尬 每個人有自己穿著的Style 專長 那有嗎 那你的Style 到時候會是想要什麼風格 是什麼風格 現在講還是得了 你現在講就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男生跟女生 就是有一個差別在這裡 我們男生穿同一件衣服 Yo 你也有這件 Yo 怎麼可能 然後女生看到就 不可能 我覺得男生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啊 就是在紅毯上撞身 這是一個很尷尬 我是說在現實生活中 現實生活中 誰管你現實 我們現在在聊紅毯 不是 我覺得女生還是會有一種 好 那剛剛凱瞳表示完 一樣有沒有覺得看好誰 這個問題其實最近 不關槍 最近真的蠻難的 我沒有辦法 這真的不是關槍 我見到 我自己 除了我自己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一個 我沒有辦法說出 對 她的那個 獨特 每個人都很獨特 因為每一個都太獨特啦 偶像 然後楊乃文 是我從小真的是 想要變成的那種女生 哇 一個目標是不是 對 然後我想要很 哇 連外型那時候都是很想像 也都是這樣 但是我那時候很胖 對 所以就是一直沒有模仿楊乃文成功 對 現在很開心 但現在走出自己的風格 走出自己的路線 不要模仿別人 對不對 自己路線很棒的 而且想說像凱瞳一樣 剪個頭 轉短髮之類的 剪頭髮我真的不行 Oh my god 為什麼這是自己的一個挑戰 我自己有長髮控 我自己都自己有長髮控 你們這是長髮控 應該是自己吧 不是因為什麼男生都怎麼樣 我自己也還滿喜歡長髮的 對啊 對啊 自己的關係 好 好 那現在我們還是有一題要給你們 對啊 就是現在此時此刻 假如評委們都在你們的面前 沒有30秒的時間可以自我推薦一下 自建一下自己 你們會講什麼呢 我看就是好像都準備好了嘛 對不對 這時候一梁浪開通 你說他先是不是 那我們就讓你先 好 好 來 30秒進食 開始 各位評審辛苦了 我覺得當天金曲獎 我就不再自我推薦了 我讓你們好好的享受音樂 然後跟大家一起玩樂 吃著油膩的宵夜 然後當天是一個盛會 希望大家都比較辛苦 我們是一群玩著音樂的孩子 哎呦 我跟你講 我投他為了油膩的宵夜 呵呵呵 剛剛也不是去講後台真的吃翻了 翻掉 真的 好想進去 好樂 我們永遠進去不了人的聖殿 對啊 你知道嗎 除非就是我們去當個那種可能 聖殿 真的是聖殿對我們來講 這發光 我們也是 我們當然就是到後台能吃多少 試多少 誰知道下一次是什麼 整個盤子拿起來 可是如果到時候服裝是 那應該也沒辦法大吃吧 對不對 常常服裝是 對 餓下食慾的一個 對啊 萬一是那種 兩段式的 然後中間是露肚子的那種 那就沒有辦法吃 我去年走完紅毯之後 我開始把所有看到的東西 都放在嘴裡 哇 你好酷 我去年 我去年有參與 但是因為我是旁白姐 對 我不用一直在鏡頭前 對 所以我出席之後 我就很餓很餓地走完紅毯 因為我中間有空一節 像我現在這樣子 然後我就 哇 我一進到時候 一進到時候 麵包在哪裏 麵包在哪裏 這還是拼了吃了這樣子 真的吃 但OK 平常我在維持 吃那一點小的東西 我覺得OK 對對對 所以評委會看人家的身材嗎 也還好吧 不會 就是這首音樂勝點 對啊 來 該你該你該你 評委們還在看 30秒 計時 開始 呃 各位評審你們好 我是來自香港的盧凱彤 然後 我是一個不錯的人 我也覺得 我很善良 我會 我會 彈吉他 我會製作 我會編曲 我會作曲 我會作詞 然後 我家裡有四隻貓 哇 所以請投我一票 我會煮意大利麵 開始了 有 謝謝 競爭 我還會結束自己的頭髮 這個 我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就是他把自己的 就是平常的興趣跟才藝 這樣丟出來 還是順便蒸個油 這樣子 就會把自己的條件列一列 這樣子 四隻貓 然後人家評委說 你得獎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有四隻貓 我也愛貓 這樣 可以耶 要投你對不對 也OK 搞不好嘛 對不對 好 當然推薦完好不好 不只要自己口述 也要用歌聲來證明一下 對 好 金曲之夜 凱彤有帶給我們一些表演 好 對 對 來 我們先請道具上一下 唱唱歌吧 期待 會不會緊張啊你 你在旁邊 你可以在我們中間 你可以跟我們一起當主持人 可以啊 凱彤等一下演唱的是 還不夠遠 還不夠遠 你有聽過這首歌嗎 也是很棒的歌曲 是你有聽過嗎 那為什麼你不買他專輯呢 人家都買你專輯 你有買數位版嗎 我們要看發票 電子發票 為什麼要多多逼人 凱彤已經standby好了 凱彤已經standby好了 凱彤給我們帶來的表演 還不夠遠 謝謝凱彤 凱彤給我們帶來的 好帥喔 對啊 是一種蠻有魅力 就是大噴發的那種感覺 你有看他 就是 剛剛在彈吉他嗎 彈一彈 只是因為戲劇有沒有 怎麼了 很酷欸 等一下 OK 你兩整個就是一個這樣子 崇拜的感覺 我只想聽完 你可以幫我唱 等一下我要唱的那感覺 怎麼了 就有一個個人音樂會的感覺 還是你們等一下一起唱好不好 還是你們合唱對不對 還是你們會啦 我們的總和 對啊 沒關係 你唱 不要 都唱一下啦 對啊 為了我們觀眾朋友也在等你 對啊 我很期待聽你唱 我不知道你剛才有沒有瞄到 我在旁邊這樣 睡著是不是 睡著 睡著 我要忘記 今天在燈光這麼亮 我要忘記 你想要沉澱自己在那個音樂裡面 我太榮幸 我以為你說 我在旁邊睡著這樣子 我以為你低頭幹嘛 因為我剛剛想說 看到儀良 看一下儀良在哪裡 然後她是完全就是 那個眼神 就是有一度蠻專注在她身上 然後我想說 還這樣子 儀良 儀良 沒事吧 儀良 因為她也入圍了今年的最佳編曲 對 然後就特地唱了 然後其實你根本不是我的誰 我唱的原因 是因為她在四年前也入圍了最佳作曲 最佳作曲 所以也因為 今天是金曲之夜嘛 對 所以就唱了這兩首歌 對 非常有榮幸聽到這兩首 金曲 謝謝 真的謝謝凱彤 剛剛整個讓我們很享受在那個當中 對啊 很像一個個人音樂會的感覺有沒有 對 覺得聽不夠 在儀良幫我們表演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的遊戲要跟你們玩一下 那就是 登登 一個狀況劇 是 那我們第一個剛剛都玩過 然後都沒有人喜歡薄板面 所以我想說 那我們就直接玩第二個好了 我以為你說 剛剛沒有人要玩第一個 所以玩第一個 可是你們有沒有比較怕哪一個 女生一定要第一條吧 第一條很怕 第一條很怕 你看對不對 第一條就對了 好 好 那就是星光紅毯上如何搶鏡頭撥板面 那你先搶 然後我們就玩第一個 沒有沒有 不是我 我不是重點啦 時間不夠了 不要這樣 時間不夠 我們第二個 第二個快一點啦 可是我們想要看第二個 因為我覺得第二個才是關鍵 我覺得他們現在就變成了這麼好的朋友 對不對 那萬一是另外一個得獎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家家或葛中山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說 不一定 對啊 不一定 你是說反正不是自己 或者是 或者是你 如果我們看到時候主持人怎麼Cue 好 好 不是你得獎或是你得獎 那他表情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看你們什麼表現 那宇宙這次你來Cue好不好 我也想入圍 真的假的 你來Cue好不好 你來Cue 你來Cue 好 好 第二十八道屆金曲獎 最佳女歌手 女歌手 女歌手 你該你屁事 你該你屁事 你該是女歌手 兩一點兩一點 OK 得獎的是 你要先入圍吧 入圍的有 SPECIAL 不知道在幹嘛的 乙倫 哈囉 這時候 因為大家鏡頭都要I know 小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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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要做 OK 第二位是 盧凱彤 OK 第三位是 愛怡良 尷尬 哎呀 好 得獎的是 嗯 盧凱彤 我怎麼覺得你不會這樣 他整天不會這樣好不好 直接被吐槽欸 直接被吐槽 對啊 我怎麼覺得你不會 這是 綜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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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金像獎的 那個表情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剛剛名單有念錯 What 大會在這裡為大家 真的感到慎慎的抱歉 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 我覺得一定是你 一定是我 得獎的是 倫倫 旁邊旁邊的 愛怡良 定格 因為我呆 餓了 餓了 所以你通常 就是 OK 請問你的姐妹 怎麼跑跑了 不要跑 有人氣而離枝 氣而離枝 真的不回來 沒有 凱彤一定不會這樣 他一定不會這樣 凱彤 我心裡也蠻可以走綜藝路 對啊 很可愛 可是我可以解釋一下我的表情嗎 可以 好 為什麼會 來讓你說 為什麼會 讓玩瑜的那個 現在在看直播 覺得畫面lag一下 對 我一定會呆自己 秒鐘 請大家如果不小心 真的發生這種情況 多給我一些時間 那你會落淚嗎 我難講 因為我最近其實非常感性 有可能 假如你定格又落淚的話 你來錯獎項 你應該去得金馬獎 對 可能是金馬以後的部分 好 可以 因為我最近感 我的情緒非常的容易投射在別人身上 所以即便是他 他哭 我搞不好也會被逼哭 對啊 什麼的 但是如果是 那萬一現在Teddy假如落淚的話 你會哭嗎 Teddy是誰 還好Teddy是誰 我什麼事啊 看你為什麼事情哭 就是看你要被美哭了這樣子 我寧願你是因為 就是音樂被聽見而哭 哎呦 那接下來 我不是任何一個人 你知道嗎 那接下來萬一就是一樣帶給我們音樂 你要哭哦 我盡量 因為我覺得我第一首有點慘 怎麼說慘 怎麼說 比較夜晚 比較難難治癒 他絕對是屬於一個人的歌 但是我們全部要離場是不是 你們可以學我剛剛啊 就連導播什麼全部都離場 然後攝影棚關燈 然後你一個人 我覺得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情形 可以 你們幫我好不好 Everybody 然後電視機前也是這樣 就是你想像自己有一個眼罩 然後這樣 我可能待會也會這樣唱 請大家原諒我 我不是不禮貌 而是因為我對 沒關係 我們現場有眼罩可以給你戴著 對對對 他這樣眼妝好不好 眼妝都抹掉了 好啦 宜良給我們帶來我們的綜合 有請 歡迎宜良 那我先飛奔出去 喝水 喝水我幫你滴就好了 喝水 眼都這麼大了 給你喝 給你喝 宜良帶給我們的 我們的總和還有Eli 沒錯 好好聽 對 我們剛剛整個看到凱虹 整個熱舞起來了 對 因為我覺得宜良的歌聲就是這樣子 他很有穿透力 很有炫然 對 會把那個音符傳到身體裡面 讓你不自助的開始 你那是喪屍吧 你是發什麼事 開始用身體去感受這個音樂 我好像得 得跟身體搭一個 搭一個那個叫什麼 DEO 有一個DEO 我們現在要上新了 我們現在要開心了 才 所以你們常聊天嗎 欸 身體你好 嗨 我常常 跟自己有 又是你啊 超常的 很常是不是 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 剛剛這兩首歌吧 首先 先用第一首歌謝謝大家 我們的總和 這一次其實獲得了 超出我的預期的肯定 然後我真的要很謝謝 我的製作人 陳建錡老師 對 他把這首歌的骨架 給架起來 當初他可能只是一個散亂的思想 一個 一篇日記 對 但是他 加上了董音場老師的吉他 然後還有他自己 他自己的喜愛 而留下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本來 我要送給別人 哦 謝謝他 剛好 把他留著 我們唱出來了 錄出來了 放在這張專輯裡面 才有機會再進去這樣 這首歌被提起 哇 那一開始為什麼要送給別人 是自己覺得說 我不太喜歡這個風格嗎 還是說 比較不嘗試這種音樂的風格 還是說 什麼原因讓你覺得說 要送給別人 因為剛好有歌債要還 所以就 欸 寫什麼 原來是這樣啊 我還以為是 自己覺得自己不適合 並不是 我很喜歡他 對 我很喜歡他 只是因為 當初其實答應了 人家要給一個 這樣子氛圍的歌曲 然後出來了 就很理所當然的 覺得我完成了 想要給你聽 並沒有想要自己留著 但是老師幫我留著他 對 我很開心 自己可以演唱到他 所以剛剛在演唱的時候 大概在想什麼 因為 你會覺得我很有臉 對 我覺得第一首跟你 好像快唱哭了 對不對 你最一點 就很投入那個音樂 對 因為我覺得是 可以感染到所有人 因為我自己也蠻感動 我還叫我那個 金錢幫我錄一段 真的很棒 真的 對不起 今天直播其實我自己心裡有點緊張 沒有 我們沒有在直播 我們沒有在直播 你們就是在聊天 拿麥克風而已 不要緊張 我們只是 你剛剛完全沒有看鏡頭 你還說在直播 對 我剛剛一直在看那邊 然後我想說 你千萬不要走到後台去 超怕你一直往後推 這樣子 所以剛才有拍到我正面 有 當然有 有啦 那很會check的 我們攝影師很會check的 我們攝影師很辛苦 要跟著你這樣 他也移到旁邊 剛才已經在整個 狂壯 但是再接下一首歌 是不是 那個轉換要很快 其實有一點太快 通常我們不會把 這樣溫差這麼大的歌 放在一起 可是因為我覺得 有一個是自己 對自己說的話 有一個是我期許 我自己變成的樣子 依賴這首歌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時候 跟大家分享 其實傷心的人 有時候是很快樂的 另外一種意境 當然當然 對 太深奧了 我傷心的時候就傷心 快樂的時候就快樂 但是你沒有傷心 你不會知道快樂有多快樂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傷心 你猜對了 這個浪子 浪子 真是的 你不懂 對啦 我們還是要形式上面 祝福你們一下 所以我們有兩個 紅內褲 你一件我一件 謝謝 有穿過紅內褲嗎 你一件我一件 祝福你們金曲中獎 OK 這是男裝的吧 帶來這麼好聽的歌 給我們不聽 等一下 你們怎麼沒有買女內褲啊 對啊 沒關係啊 怎麼沒有 就是蕾絲版的 就是有那種花邊的那種 這個穿起來比較舒服 這比較舒服啦 謝謝 這好可愛 對 很可愛 謝謝 我會穿 你認真會穿 可以啊 這真的可以讓你們帶走 忍祝你們今天的金曲中獎 好不好 金曲中獎 當然在金曲之夜結束之前 聽說你們有要宣傳的 剛好讓你們撒幣 我要好好跟大家介紹 沒錯 我接下來下個禮拜 還有高雄跟肯丁跟台東的巡演 就是Clean Tone Live的巡演 更多的資訊可以上我的粉絲網 就是我的Facebook去查訊 Facebook的叫做盧凱彤 就好了 OK 沒錯 喜歡的朋友們一定要支持一下 在高雄 肯丁 還有 台東 台東 我剛好小小幫你 背一下 你也背好 OK OK 高雄跟台東支持一下 謝謝兩位 還有宜良也有 宜良 因為他們一直喜歡 沒有 因為他們喜歡推來推去 對想說 我以為只有他要宣傳 要宣傳 好啦 這個我就不客氣了 有一個好玩的活動 在7月我會在高雄有一個啤酒節的演唱 啤酒節的演唱 所以這個是一個夏天戶外的很棒的聚會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當然也有新單曲對不對 對 單曲 大家都忘記自己要宣傳是不是 我都忘記了 單曲最近發行了 是以數位的單曲形式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下載 然後支持一下 因為這首單曲Waterfall 其實也是血淋淋的寫出了自己的想法 蠻掏心掏肺的 所以即便歌詞有點難懂 我也很希望可以告訴你這個故事 只要你願意聽 好 希望這首單曲可以進我們的KKBOX新榜 好不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好好幫你介紹這首歌 華語周榜 可以 到時候再請你們來演唱整首歌之類 可以喔 可以 真的可以 還有沒有誰要宣傳 Teddy 你有什麼事情要講 快點 沒有沒有 沒有事 對 我沒有事 OK 好 哇 今天真的是大寶爾福 對 祝兩位金曲重獎 謝謝你們 謝謝 帶給我們這麼好看的表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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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一被中獎 祝一被中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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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兩個人 對啊 希望 不知道他們回去穿紅內褲會辦什麼事 我覺得他們認真會穿 因為有些人可能拿著道具走 就覺得就是講講而已 然後回家就擺在那裡 對 或是拍一下之類的 就是可能IGPO一下 好啦 好像就是 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會 對 穿一下是不是 穿一下 對 好 除了送給剛剛那些 金曲入圍者禮物 好不好 今天我們也要送給Teddy Why 沒錯 因為 我們超愛你好不好 Teddy 對啊 我們超愛你的 對啊 有嗎 認真 認真愛你 今天讓你講那麼小話是不是愛你 對不對 沒錯 蠻好的 OK OK 我喜歡這種感覺 對 然後 玩魚有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他們說Teddy 因為有粉絲也在想說 Teddy到底能不能回來呢 對啊 搞不好我就不讓他回來了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怎麼辦呢 其實我有想 他把 玩魚把這個責任 這個決定權交在我身上 你 對 沒錯 所以我就想說 你很猖狂欸 我想說到底要不要呢 我們要給他一個申請書 我想說 對 他還是可以回來 可是要跟我們申請一下 請上申請書 我們有一個禮物給Teddy 其實這也不算禮物 對啦 但是我覺得 因為這個申請書就是 表示你不是最後一次 只要 這體重寫錯了 現在是76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72 真的假的 你那麼肥 不是 肥死了 我最近肥 練了之後有變重了 要健身 健身是不是 重點是經歷 special 非舞蹈擔當 在執中 在 完全娛樂 Live代班主持人 他沒有一個是好的 是怎樣 沒有一個是很正面的東西 來來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KKBOX 要有我們兩個的簽名這樣子 好 就我們兩個也要認同這樣子 搞不好我們不認同他 那就不要簽名 那就算了 就不要回來 對 我覺得真的所有粉絲 也不要擔心 也不一定 不要擔心嘛 不一定是最後一次 之後Teddy都有可能 直接來取代 搞不好宇宙就到時候就要拍戲了 又要去內地 怎樣 OK 給你們男男啊 給你們幹嘛男啊 男男啊 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跟Teddy主持看看 是蠻辛苦的 我們好像有一起主持 我們有一起主持過啦 哪一場啊 有一次我記得好像有 有吧 哪有 不知道 算了 不重要 因為應該也不開心 喂 沒有 我認真講 我真的會蠻不捨Teddy的 真的嗎 真的 為什麼 講一下 剛剛 其實我不知道有就是 申請書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 因為我以為真的是最後一次 所以我就還蠻 就是把握那個之類的 但後來就 還好 妳還好 之後有要來是不是 然後那就沒關係 算了 不用哭一波 對啊 本來想說會懷念一下 蛤 對 我們把麥克風放下給他講 對不起 我的嘴巴跟麥克風之間 有一個磁鐵 我現在只覺得我眼前一片空白 就是 怎麼 很暈 對 我真的很暈 我沒有開玩笑 我認真的很暈 我沒有開玩笑 我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我們也沒有 預告就是下個禮拜天 就是我們有夜市下集 好不好 這個禮拜天 夜市大風的下集 我眼前一片白 所以我看不太到 對 宇宙再跟我們講一下 譜信惠的門票 當然 譜信惠的門票好不好 直播快要結束 所以呢 分享我們的直播 用公開的方式 並且hashtag 我愛玩瑜 在30分鐘內之內都可以 直播後的30分鐘之內要做完這件事 沒錯 完全贏了今天就到這裡了 謝謝 歡迎我回來 哈囉 對 我已經回來了 所以下週還可以看見我 什麼時候還會再離開 我怎麼知道 不過明天想要看我的朋友們 可以去試嗎 看我 對 哈囉 聽說也是準備了一些 You know 準備了一些舞蹈給大家看 完全 還是你要露一下 就一點點 Ending Ending你跳一下 交給你了 Ending嗎 聽說蠻精彩的 你明天的表演 好啦 明天見 完全贏了 我們下週見 下週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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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